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我们看现在塞尔比又是联赢两局,将比分再次拉开 这个球形左下方底带有薄球 好球漂亮,直接长台打进 在丁丁辉巅峰十年的这个时期,他的进攻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颗打进以后,黑球上方还是有下球的 打进以后继续,这就接上黑球了 带一下球队,非常漂亮,球队带伞 右下底有衔接 好,吃苦弹起来 一个稍微向上的一点点角度 蹬起来,调左边中段 中带打进 篮球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好,最右边的这颗还有下球 嗯,这样黑球还能连接上 这个球形,现在看一杆超分还是有点早啊,需要再加工一下 就单拆是拆不到一杆超分的 需要再来K球队 这颗打进,吃苦弹起来 还有最左边的这颗红球有单下 嗯,要不要留一个K球角度 其实这个时候也该K了 其实这个时候也该K了 这个K球角度给大了,只能K到这个球队的最左上方 看下效果 嗯,不理想了 不好接,至少中间的球堆没有下球 也可能要断了 确实啊,特写镜头也是没有下球的 防守一杆 丁净会是52分的领先优势 嗯,这杆就是给了一个K球,然后母球往黑球后面藏的角度 力度轻了一点点 这边看一下,丁净会已经敞考了一分多钟了 好,比赛用时10个小时 15个小时肯定能打完啊 中带打进,塞尔比上手 粉球的一个中带能连接 哎,这颗粉球直接打后了 是不是漏球了 嗯,塞尔比气得直接一轮球竿 左边中带漏了 打进以后先调一杆低分值 咖啡球,咖啡球下来 蹬下来以后还可以要左边中带 那这局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打到超分是没问题的 篮球 刚好向上的角度把右边中带在口的这颗处理掉 打掉这颗就超分了 好,顺利超分 领先63,排面59 两裤来带一下球队 嗯,这个角度看一下 贴球了,贴球了,转防守 好球,坐上一杆斯诺克 塞尔比一看这不能打,这干脆认输吧 楼松了 准备 切准备 我 吴 这